随着各地复工复产比例的逐步扩大,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,对于民众关心的无症状感染者是否存在以及存在比例等问题,2月27号,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科普委员会副主任高正良接受了记者采访。 高正良介绍,目前估计大约有1%左右的无症状感染者,无症状感染者难于追踪,确实给疫情防控带来巨大挑战。 但随着新冠肺炎研究和治疗工作的不断推进,可以结合大数据等手段,对可能的无症状感染者进行定位。 高正良还介绍,如果无症状感染者已经有传染他人的情况出现,可以通过对被感染者接触人群的回复。 最终确定无症状感染者,他也强调,对于新发传染病最有效的疫情防控方式仍是做好隔离。 此次疫情零号病人的确认一度引发各方关注,对此高正良也进行了回应。 我们现在我们手里面有没有零号病人,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。 所以呢,我们现在已经也不能够再确定华南海鲜市场,是不是最早发现定。 零号病人也可能是一个人,也可能是多个人,就是说他有很多个点的气氛。 我们找到零号病人,我们可以提供病毒最早来源的线索。 比如说这个现在的感染要持续的还从动物来圈人,那么这个零,找到零号病人就非常非常关键了。 但假设就是非常偶发的这种现象,那么其实零号病人除了素人而易,他本身对我们疫情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。 但是呢,因为我们不知道目前的情况,所以呢,那么我们找到零号病人,仍然是非常关键的。 那么他有助于我们解决病毒的起源,中间收取和原初的宿主, 阻止在未来潜在的,比如说继续的这种感染,或者未来的就是新发的感染。 高正良说,为了防控此次疫情,中国尤其是武汉都做了很多努力。 目前,虽然疫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,但仍处于动态认知的过程当中,疫情越到扫尾阶段越艰难,更需要各方有力协调配合,不可掉以轻心。